队伍排了一圈又一圈 全部都是要做核酸检测的 由于事发突然 队伍中赫然发现一名 穿着中式婚礼礼服的女子 焦急的来排队 据了解女子当天婚礼 被叫来做核酸检测 为不耽误婚礼 工作人员安排其优先检测 1月7号广东深圳 在对重点从业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时 发现了两名确诊者 深圳政府立刻下打 非必要不离开深圳 不出广东省的命令 大巴士不断把做核酸的 医护人员持续送往负责的社区 包括一箱一箱的医疗物资 由于深圳常住人口 就有1700万 如果再加上外来工作者 能达2000万 人口密度大 为了怕西安疫情大扩散的事件再起 深圳火速全员筛检 要离开还得吃48小时的核酸证明 就连口岸都停止了 具体恢复时间 另带通知 TVB新闻李黄龙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